南极 全球最寒冷基地 最低温层测到摄氏零下93.2度 严酷的低温加上强劲的风力 总为各国的科考团队带来莫大阻力 大陆研究团队不断思考 能否在南极搭盖冰屋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师生 进行了一场叠开生命的实验 就地取材就在这个轮廓范围内 开始切割雪砖 然后把这个雪砖切割成梯形 然后沿着这个画的圆形的圈 进行螺旋式的气柱 研究团队的第一个灵感 是市居北极圈的英纽特人 他们在外狩猎时会切割雪砖 割成梯形 大概成类似蒙古包的冰屋 但英纽特人的冰屋直径只有四公尺 这样的空间根本无法容纳 庞大的科考团队 冰块质地脆弱一敲就碎 若要仿照大概恐怕不符合建筑标准 也无法保证安全 若要扩大空间 研究团队想到可以采用薄壳结构 也就是世界上许多体育场馆 割剧院的建造模式 研究团队拿一个气球在表面上喷水 水在气球表面凝结成一层冰壳 将气球漏气取出 晶莹剔透的薄壳结构完成 但这样的冰薄壳强度仍太弱 研究团队在冰中加入木屑结成冰 这种复合冰就能增加强度吗 木屑复合冰承受铁锤撞击 强度几乎和混凝土相当 植物纤维它就像冰材料与冰晶体之间 有一个拉结的作用 这样的话就是说使冰的强度 得到很大的提升 可是木屑复合冰成生核色 吸热能力强是它的致命缺陷 研究团队改参入聚合纤维 比较接近雪的颜色 强度也跟木屑冰差不多 但又有另一项问题 正常的加了盐的水 比在零下17度还不能冻击 所以说那么加入其他的化学材料 也会改变冰冻结的温度 加入纤维的复合冰 结冰点在零下10度 只要温度稍高就会融化 这也不是理想的冰屋材料 研究团队改用纸浆复合冰 强度也很出色 他们在学校操场上将大型气垫冲气 在气垫外头喷上纸浆水 他们准备改一个跨度11公尺 高4.3公尺的冰屋 想法一定要注意这个气 气垫它现在是500多三格 最高不能超过600 因为如果高的话现在没成型 一旦大了 机就顶下来了 不把那个形态顶刻 如果一旦小了一样的 这个冰的高度没有上来 就会塌下来 灌入气垫的气垫 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 工作人员必须盯着气垫的稳定 以免破坏冰屋形体 小哥现在可以开始了 好的 另一方面搅拌机打碎纸浆 纸浆水如火如荼制造中 透过喷头打在气垫表面 别走 先别走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很快的问题又出现了 不行了 不行了 这堵了 你看 这全是纸 都给糊涩了 就是它这个纸搅拌得不均匀 浓度在大块的纸去 整个的这个 箱头就堵住了 你就喷不出去了 原则上来讲呢 是它这个配比越高呢 它的这个冰的强度会更高 但是呢 我们发现 比如超过5%以后呢 操作起来有困难 研究团队调整纸浆浓度 延长浸泡时间 加大搅拌力度 堵塞的问题中后改善 大伙儿趁着夜里低温 稍微我们边缘的压力 就有边缘 那如果这个气压今天不稳 气球整个扁了 这个冰窍就碎了 我们今天要活着白干了 大伙儿趁着夜里低温工作 连续一周 总算结成厚度10公分的壳体 关掉谷风机 撤掉气垫 冰屋就此完成 但研究团队仍不满意 还要改良 让冰屋可以烧开水 吃火锅 先决条件是如何排除水蒸气 带给冰屋的致命威胁 水蒸气在冰窍的内部 反正这些还是会相当这个水蒸 它有大量的水蒸气的排出 那么无论是产热和产湿 实际都对寒冷的 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 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研究团队参考了 英纽特人的冰屋 设计小型通风口 有效且快速排除热气与水蒸气 研究团队搭盖的火锅冰屋 在哈尔滨冰雪节引领风骚 将大胆创意付诸行动 在南极圈建造一栋 兼顾又安全的冰屋 也许真能实现 来大家科普一下 水蒸跟病毒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 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蒸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